受伸心关心来自家义市的消息 这是国民党主席王书条来正式宣布签名 国民党的富比市长 七郎基东只议是家义市区长小熟梨 在影响到家义政党的关注 另外他接下当务是提早报局 理工一半年家义市长的宣传 小熟梨如果接受每天奉门共调 自己不前只想要扮演到 区长的角色和好感度市政 而且市长人算不能党中央说了算 应该提到市民的林党 刚刚市区长小熟梨 以后都被人为市政党派系 小加班的张蒙人 这一次国民党主席生议 他公开热听王书条 在申后王书条所公布 第一份的董母干部 小熟梨也正式来承认到 富比市长的支部 洪秀柱主席他在宣布参选 党主席的时候 我曾经跟他深谈过 那么也听过他对于 党未来的改革的一些理念 我也非常的认同 所以呢 这次他胜选了以后 我决定来协助他 以无己职的身份 来担任这个职务 那么希望 这个国家还是要有一股制衡 跟监督的力量 我们希望现在国民党沦为在野 就要扮演这一股监督的力量 所以我也愿意来支持他 协助他 让国民党在地方继续生根 先过重任 王书条公布第一份的资源 我感觉为是为了補教的一次 A冠市党生计 美方党是不是会来算 加监督市党少少的共调 他很改参 只想要将医党的角色 颇演好好 我到目前为止 我个人的想法就是当下 我把议长这个职位做好 毕竟地方政府还是需要 有一个监督的力量 我们希望市政能够更进步 所以呢 我到目前为止 我个人的想法是把我议长的这个角色扮演好 过去和王书条并没有搞情 少少的聚在国民党主席生计前 跳出来就听王书条 也和同样 到着国民党主席生计前 与其市党 不免费 和小加班的关系 是在都来受到主目 我跟欢乐者会对着国民党 在地政客不理 少少的共调 两个人并没有心甘 黄敏惠副主席 他也是长年受到国民党的栽培 那么他也有多次的这个选战经验 那么他在参选主席的时候 他也提到过 他要当堂坑 把大家团结在一起 所以我想 他一样有这样的想法跟理念 他也应该会希望国民党要团结 那么才有力量 那么团结以后才有机会 在将来再次的赢得胜选 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心结 同志之间 我过去跟他是国民大会的同事 所以我们都是热爱这个国民党 希望党能更好 所以没有所谓的什么心结 或者不能化解的 我相信以黄敏惠副主席 他的气度 他的哑量 他一定也希望能够国民党更好 少少的共调 三级结果并没有本土 和会本土牌的路上基金 黄敏惠副主席对着货币市场 有公邻性合体区项的科领 货币市场有独特的责任区 他做一个无纪值的货币市场 合作 主席黄敏惠副主席 尽快主要是希望 国民党有机会 可以再度充满这些 最新新闻 中文童银王学生 刚一期 彩虹伯德 大陆 大陆 能够 海缺 石 海缺 地